报道称 26号 一场两岸学术线上座谈会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 会上吴俊志声称 所谓台独党纲已是历史文件 实质由所谓台湾前途决议文取代 舆论分析指出 这位放话的吴俊志并不为两岸熟知 不过他深得赖清德信任 吴俊志的妻子是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与赖清德可谓出身同门 世兴潮流系重点培养的干将 现为民进党发言人 因此舆论认为 吴俊志的言论很大程度代表了赖清德的意思 对此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指出 民进党当局想要修复两岸关系 就应该彻底摒弃所谓台独党纲 放弃台独主张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回归久而共识 只有这样 台海和平稳定才越有可能 台湾民众才越能安心 从过去到现在 民进党都是说一套做一套 最好 赖清德主席公开的出来讲 第一 民进党反对台独 废除台独 未来也不会支持台独 同时也不会实质推动台独 事实上 民进党在这几年为了政治的目的 不断的 所谓的用去中化 反中化 抗中化 来达到他的政治的红利 造成了台湾内部的纷扰 也造成两岸关系的危机 剩下的码开始 发明了 皮肤 一定是在这一圈